陈平安戳了大厅 赶紧寻了一处僻静狼道 背靠狼柱盘腿而坐 从飞剑十五这把方寸武之中 飘出李希盛赠送的那支风雪小锥 和一张金色材质的符路 从与马苦玄小街一战 再到城隍殿大战枯骨厌鬼 以及之后入魔的金城隍 陈平安其实当下的体魄和神魂 暂时已是强弩之末 就像刘高兴所想那般 最是需要休养生息 例如行走山路的前半城 脚步轻松越望后 自然会越困难沉重 到最后那段路程 哪怕只多走一步 可能就是肩扛山峰 步履艰难的境地 陈平安深呼吸一口气 弯下腰 手持转刻有下笔有神的那支风雪小锥 视线有些模糊 陈平安轻轻晃晃脑袋 想当年在家乡做龙瑶学徒 烧瓷拉批一事 最怕出现一丝一毫的误差 一点差错 可能就意味着手中那件瓷器 是成为皇帝老爷家的摆设 还是一堆烂泥不如的老瓷山 破瓷碎片 陈平安尽量平稳呼吸 开始凭着一口五人真气去画符 炼气室的契机能够生生不息 循环不停 画符一事虽然也是讲究一气呵成 但是比起纯粹五人的画符 还是要简单许多 而长生桥早已崩断粉碎的陈平安 想要画出一张灵性十足的符路 需要耗费大量心神 半点不比连接不断的 二十一拳神人勒鼓式轻松 落笔画符 快不得分毫 慢不得些许 在无人知晓的僻静狼道 少年手持风雪小锥 弯腰画符落笔沉稳 只是蹊跷 缓缓流血 至于为一个素未蒙面的女童 耗费一张 他已经大致知道价格的金色符路 值不值得 陈平安没想过 事后会不会心疼 守财奴的陈平安 想必肯定会有 但那也是事后的事 到时候再说 大不了喝酒解闷便是了 一张画在金色符纸之上的 阳气点灯符成了 陈平安擦干净血迹 脚步漂浮地奔回官邸正厅 当他将手中符路交给老者 老人呆了也呆 一脸匪夷所思的双手接过符路 那份沉甸甸的盎然灵气 几乎快要冲出金色符纸 老人用不太确定的语气问 那我就用了 陈平安点头笑道 用 老人蹲下身 双指夹住那张阳气挑灯符 轻声喝道 起伏 金色符路纹丝不动 没有半点动静 老人羞愧难当 张红了脸 调动体内所有契机 再次喝道 起 金色符路这才轰然燃烧起来 却不是烧成灰烬 而是浮现出一大团金色灵光 看得不知道真正玄妙的刘太守 嘖嘖称奇 更看得那捧见老玉 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 老人不敢有半点松懈 再次强撑着运转气息 抬起另外一只手 双指并拢 指向那团如水流淌的浓郁金光 嘴唇微动 分阴阳容水火 去 金光一点 去往女童不断渗血的阴眼 绝大部分金光浩浩荡荡荡 融入女童扬眼 然后很快就可以清晰看到 在双眼之间 有一条金色丝线搭建起一座小桥梁 金光从左眼缓缓流向右眼 女童疼得牙齿咬破嘴唇 双手死死按住椅子把手 整个瘦小身躯剧烈晃荡 脸庞是扭曲至极 陈平安轻轻抓住女童的一只手 不管他能否听见自己的话语 始终轻声安慰 坚持 一定可以活下来的 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 相信自己只要活下来 什么都会有 老玉按捺不住好奇心 走到老人和陈平安的身后 低头凝视着女童鼻梁那边 那条金色丝线的流动 老玉微笑道 果然是一位修道大成的剑仙呢 老玉面皮褶皱如鸡皮 苍老不堪 但是此刻那双眼眸 偏偏妩媚的像是一位妖娆妇人 风情万重 他已经察觉到富侠少年的瞬间变化 但是他大笑着倒略出去 直接将怀中那把长剑丢了不要 在门口那边停下身形 摘一下腰间的布袋 扬起手后 娇滴滴地道 这位剑仙 是不是觉得体内气机凝制不前了 别紧张 这是奴家专程为你精心配置出来的大雪雍冠 无嗅无味 龙门镜之下很容易中招 不丢人 何况只是半炷香的时间 气海凝固 气机不受驾驭而已 嗯 还要加上神魂如同结兵 再无法以心神驾驭飞剑 当然了 只需要熬到半炷香后 你就可以继续当你的剑仙了 老者作为三静炼气室 距离中五静的龙门镜 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早已中招 面如金纸 无比惨淡 在老玉倒略出去的瞬间 就已经脑袋一歪 倒地不起 昏厥过去 索性 女童一事已经结束 否则恐怕就要两两复死了 这当然是那位老玉 极为小心谨慎的结果 他真正的目标 是富侠少年 一颗剑仙少年的向上头颅 换取一件古渝国皇家宝库的 玄字号法宝 稳稳当当地到手了 老玉撕去覆盖在脸上的面皮 黏糊糊一张 被他丢远 露出一张成熟美妇的容颜 不但如此 身躯扭曲一番后 恢复正常体态 阿罗多姿 正是古渝国的炼气室 蛇蝎夫人 最擅长用毒 他转头笑道 道兄弟 该你出手了 奴家体弱 不比你买毒楼 楼主的雄剑体魄 便是被剑仙的飞剑刺上 两剑都扛得住 哪怕那剑仙 如今已经是寻常人 可万一还藏着啥杀手锏 奴家客受不起 兴斗的江湖宗师 缓缓走到门槛 那名刀客 望向那边站起身的 富侠少年 面无表情 陈平安 对不住 我们国师要你的头颅一用 若只是相逢于江湖 你我说不定还能喝上一顿酒 如今不行了 连你在内屋内三人都得死 陈平安看着门口的一男一女 扯了扯嘴角 没说话 好像是在说 你之前亲口讲述 山上不道义 习惯了草菌人命 不过你们山下又好到哪儿去呀 汉子一笑置之 抽刀出鞘 大步踏入门槛 你腰间酒壶的酒水 我回头会帮你喝掉 刘太守茫然失措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陈平安依旧站在原地 之前被马苦玄的师父 真武山那名建修 杀掉了一名古鱼国刺客 现在一口气来了两个 就是不知道 还有没有第四个人 陈平安开口说 既然早早地被你们看到了家底 略坐停泊 陈平安突然笑了起来 初一十五 这回出场 咱们可以漂亮一些 熟些心肠的古鱼国美妇人 则则道 这位剑仙 你还要垂死挣扎呀 你知不知道 咱们这位号称千面的 买毒楼楼主 对付中武镜的山上神仙 最有心得了 平时未必讨得了便宜 可今天绊住箱内 拧断你的脖子 真不难 陈平安懒得理睬阴阳怪气的妇人 安安静静 调养契机 一抹璀璨白红 一抹忧绿光彩 先后掠出仰剑壶 悬停在陈平安一左一右的肩头附近 妇人惊害她颤声道 怎么可能 你怎么还可以祭出飞剑 便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那名刀客 都不得不停下脚步 单手持刀 变成了双手握刀 陈平安环顾左右 向两柄飞剑笑问 咱们一起走一个 先杀话最多的 话少的 我来对付 以刺杀著称于术国的买毒楼楼主 不愿贸然前进 陈平安已经动身前冲 一脚踏地 就是一地碎裂 与此同时 一抹雪白 一抹忧虑 在正厅空中划出了两道 美妙弧度 瞬间越过刀口 夫人尖叫一声脚尖一点 越向空中 就要远顿此地 他这辈子都不愿意 再见到这个少年模样的怪物了 夫人在空中曼妙身姿 出现一前一后两次微妙停滞 再之后 就颓然摔倒在地上 他的心口处 眉心处 皆有鲜血 点点滴滴 缓慢渗出 刀客抱贺一声 双手持刀 气势攀升到顶点的男人 不计反退 双腿小腿出 骤然间灵光一闪 整个人向后倒飞出去 身躯直撞在门外那边的影壁上 轰然撞穿了一堵墙壁 以身尘土的顶尖刺客 掌心熠熠生辉 意识有俘虏加持 重重一拍地面 身形瞬间消失不见 陈平安放慢了身形 走到门槛附近 环顾四周 最后指向远处一个方向 在那儿 贴地飞略的初一和十五 几乎同时飞向陈平安 手指方位 分明是坚硬的青砖地面 却出现一阵 浪花翻滚的波纹 片刻之后 终于恢复宁静 陈平安 这才伸手捂住嘴巴 肩膀靠着门槛 咽下内口 勇至喉咙的心血 摘下养剑壶 把两把飞剑 飞回其中 陈平安 轻轻喝了口酒 正是八千一斤的土烧 味道真不错 就是不知道 十两银子一斤的 胭脂菌特色美酒 是个啥滋味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受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